一分钟带你了解只有内行人才知道了装修中各个工种的装修底价 如果你即将要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 一定要认定看文 为了避免忘记呢 先点赞收藏吧 1.水电开槽 墙电走天是18亿平 墙电走地呢是15元一平 2.拆墙 含垃圾心理费呢是80亿平 超过这个价格就放心大胆的看 不行呢直接换一家 3.气窗猛灰 120到140亿平方 如果师傅说执金还要找你加钱的 那纯粹是想忽悠你 4.产墙皮 5到8块钱一平 很多人都说如果产到基层呢 要加4到8块钱 不要信 产墙皮啊本来就是要产到基层的 还有如果说产壁纸 要给你加钱的 别理他 5.墙面拉毛45亿平方 这个项目呢在报价的时候啊会经常漏掉 本你贴词转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加不加 你一般你怕瓷砖贴不了啊 一般都会加钱的 这个需要特别注意 6.墙加关键子 顺瓶20亿平 充益爪瓶呢是60亿平 油冲清工是350到400亿平 七房水清工是30元一平 包工包料呢是55元一平 党水条呢是150元一平米 8.地面爪瓶20亿平 只有铺木铃板的才会做地面照片 如果你家用的是瓷砖啊 根本没必要浪费这钱 9.贴地砖 铺800的砖是45一平 750 x 1500的大砖是70一平 大砖上前是100一平 踢脚线呢是17亿元一平 石吊顶锅板倒顶是38到45元一平 旅客宝贴顶是45到50美平 十一安装费用 灯具安装的是300到500元一套 安装台盆及水龙头呢是90到110元一套 安装淋浴花洒水龙头啊是50到80元一套 安装卫浴小五金也是90到100元一套 安装开关插座呢是10到15块钱一个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你还想了解哪些内容 批评区告诉我 我是洛伊 关于洛伊 让你省钱不采钢 我们下期见